現在燒盤內有三種電極 一個是光學電極 另外一個是WCW所做的電極 另外一個是我們宜星自己做的電極 都是DO的 然後現在看到這個數值這邊是ODO的 ODO的它的偵測方式是以光學做的 然後WCW跟我們的MIC做的 都是以電話學做的DO融氧 然後當數值會變化 WCW變化會比較大的原因 跟我們的機器變化比較大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用電話學的 它是用薄膜上面要去偵測氧氣 光學的話不需要一直攪拌 它的表面只是用光去偵測 所以它的數值會比較穩定 可是它單價就會比較高一點 大概要五萬塊 而光學電話學式的話 大概一支就是五千多塊 可是它的變化就會變成很大 這邊就是我們的 跟WCW的話比起來的話現在4.2 跟然後我們4.2 WCW是4.4這樣子 然後光學這邊的話幾乎是不會動 可是當我攪拌的時候 WCW的數值會上來了 然後ODO的數值就是幾乎不太會動 因為它不會去表面那邊消耗它的氧 它是與光學下去偵測的 然後電話學式的話是你攪拌的時候 表面上的氧就會經過它薄膜 然後氧就會上升 然後看一下我們 看一下我們MIC的儀表 現在大概是六點多 所以有攪拌跟沒攪拌的時候 數值會差異會有點大 然後當然造價比較好的 因為這個ODO光學的話 就會比較貴 可是它的數值就會比較穩定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 這個DO是6.9 然後WCW的話大概是6.2 然後ODO的話也是大概6.2 這邊可是數值的話會不會下降 就算了